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今天介绍一部弱女子打死毒枭的电影《急走天堂》 菲利将一个自制定时炸弹放到背包里,然后背着包进入一座大厦 她来到一个卫生间,然后启动了那枚炸弹,定时为五分钟后爆炸 她背着包来到一间办公室,跟秘书说要找她的老板文迪 秘书进入里间去喊老板,此时老板文迪正在打电话 于是菲利偷偷地将炸弹放在垃圾桶里 然后她跑到楼下,找了个公用电话打给秘书,说她的车警报器响了 让她赶紧下楼一趟,因为菲利不想让秘书被炸死 秘书果然起身下了楼,然后菲利又给警局打了电话 说我给你们打过无数电话,但你们根本没反应 所以我自己动手了,我往文迪的办公室放了个炸弹,还有40秒爆炸 警察问她叫什么,她说我叫菲利,但事情偏偏不巧 打扫卫生的大姐来到文迪的办公室,直接就把垃圾袋收走了 然后还直接推进了电梯,电梯里恰好有妇女三人 结果就发生了爆炸,四人全部丧命 接着菲利被警察逮捕,然后她被带进审讯室审问 但菲利的国籍是英国,不是意大利 她要求用英语回答问题,按照法律她有这个权利 旁边的记录员小普说她可以来做翻译 然后审讯官开始询问她各种信息 菲利说她24岁,是一名英语教师 审讯官说你涉嫌在大楼里放炸弹,炸死了四个人 菲利惊骇的问四个人 审讯官说对,说爆炸发生在电梯里 里面有四个人,一个父亲,带着两个女儿 还有一位清洁工 菲利顿时呆住,泪流满面,捂着脸哀痛不已 审讯官问你是不是恐怖组织来颠覆意大利政府的 菲利说我想炸死的是文迪 他是个大毒枭,是他害我丈夫吸毒死掉了 因为他每周都有孩子吸毒死掉 但警察根本不信他的话,贺问他幕后主使是谁 结果菲利忽然晕倒在地 审讯官让翻译小普去叫医生 随后医生赶来 小普拉起菲利的手臂 菲利醒来问他是谁 小普说我是警察 菲利想起被自己害死的四个人 悲痛欲绝,痛苦的说着对不起 晚上小普回到家 听弟弟说他的英语老师被抓了 正是菲利 弟弟说菲利是个好老师 晚上小普失眠了 而且还尿了床 他的警察父亲说 你已经十年没尿床了 你怎么了 小普说我恋爱了 转天菲利继续被审讯 菲利说毒枭文迪是丈夫的同学 他的电子公司只是个幌子 实际他是个大毒枭 说他卖毒品给丈夫 还卖毒品给学生们 最终导致丈夫吸毒身亡 但警察不信 说他胡说八道 菲利说 我有个13岁的学生 进了戒毒所 还有学生因此丧命 我一直给你们写信打电话 但一直石沉大海 审讯官说 我们没有任何信件记录 也没有电话记录 菲利说 我有那些信件的复印件 也有你们警局收信的收据 都在我家抽屉里 皮局长让审讯暂停 他立刻派人去搜查菲利的住处 而小普趁此时机 跑到医务室 拿了瓶利尿剂 然后跑到厕所 打开烘干机 将电机破坏 然后将利尿剂 放进警卫的咖啡里 此时警察已经从菲利家里 搜到了一些东西 审讯官说 有六封他丈夫的信 有三封他英国的姐姐 寄来的信 还有两个结婚戒指 然后就没了 菲利腾的站起来 说绝对不可能 此时皮局长说 我们对你的满嘴谎言 没有兴趣 我们只想知道 你真正的动机 和你幕后的组织是谁 菲利说 我没有幕后主使 皮局长恶狠狠的说 我受够你的把戏了 而此时警卫喝了 利尿剂咖啡 很快就跑去上厕所 一用烘干机 立刻短路 所有的灯 顿时熄灭 小普将一个小录音机 塞进菲利衣兜里 并小声说 你的衣兜 电力恢复后 菲利被带回牢房 他看到小普拍了拍口袋 回到牢房后 他掏出个小录音机 打开录音机 正是小普的声音 说我是帮你翻译的人 我弟弟11岁 是你的学生 他说你是好人 所以我要帮你 你若同意 就录下同意的话 把录音机 放到审讯室桌下的小架子里 但菲利的牢房 一直被监听着 皮局长听到了小普 给菲利的录音 而皮局长 其实是和独小文迪 相互勾结的 他给独小文迪打电话 让他放心 说菲利家里的那些信件 和收据早就销毁了 转天审讯结束后 小普从桌下 拿到了菲利 放在那里的磁带 菲利只说了一句话 我同意 于是小普又给菲利 说了逃跑计划 说明他会在卫生间 马桶里放一身衣服 然后让菲利 11点假装肚子疼 去卫生间 到时候走廊里的电话会响 警卫会去接电话 那时候菲利就从卫生间出来 坐电梯到车窟 穿过车窟 从后院小门离开 然后前往火车站会面 同样的 这录音又被监听了 于是狡猾的皮局长 将计就计 他就让两人实施计划 然后在菲利逃跑时 将他击毙 这样就能杀人灭口了 之后小普跟弟弟 透露了营救计划 转天 他将一个塑料袋 放到卫生间马桶里 审讯开始后 菲利说 我的一位女学生 因为吸毒扎针 患上艾滋病 在卫生间上吊自杀了 三天后才被发现 我参加完他的追悼会 就带着炸弹 去找毒销文迪了 11点时 菲利假装肚子疼 然后被准许去卫生间 警卫在门口看守 此时小普的弟弟 在外面拨打走廊电话 那位警卫无奈过去接电话 此时小普故意指着窗外说 快看 菲利逃到楼下了 皮局长等人 看吧 很吃惊 没想到菲利从前面逃走了 他忙带人下楼去追 与此同时 警卫也发现 卫生间里 只剩下裤子和鞋子了 追下楼的警卫 发现了菲利的行踪 但喊出来的 却是小普的弟弟 是他弟弟 假扮的菲利 这一切都是小普策划的 而菲利 已经按照卫生间 包裹里的纸条上的指示 来到警察局顶层 一个没有人来的阁楼里 见到了在那里等候的小普 他问小普 为什么要改变原有逃跑计划 小普说是为了以防万一 说我父亲说过 任何事情都要出其不意才行 他说他小时候 经常来这个阁楼玩 因为他父亲以前 是这里的警察局长 而菲利说 我之所以逃跑 不是想逃避刑法 毕竟我害死四个人 我逃出来是想杀了文迪 于是为了帮助菲利复仇 等警局下班后 小普偷偷跑到皮局长办公室 给文迪打电话 说自己是皮局长的秘书 让文迪到警察局来一趟 说他们已经逮到逃跑的菲利了 然后他将一把装了消音器的枪 交给了菲利 很快文迪开车赶来 他进入办公室 发现菲利正用枪对着他 他想逃跑 但门被小普从外面锁住 他转过身朝菲利扑过去 被菲利一枪打死 菲利和小普迅速返回阁楼 他们一叫睡到天亮 天亮后小普说 我们必须离开了 于是两人收拾东西 偷偷跑到警局后门 发现一辆送牛奶的车 两人趁着司机搬牛奶的功夫 钻进车里 司机返回关上车门 一路开出警局 车上的收音机里播报着 文迪在警局被枪杀的新闻 说警方怀疑是菲利干的 中途司机把车停在面包店后面 面包店的一个女店员跑来 跟司机黑羞 两人在车后全程聆听 只感觉尴尬无比 然后他们从车里溜走 坐上火车 前往菲利长大的地方 两人聊着他们小时候的事情 感觉彼此的心开始贴近 他们穿过一片田野 远远望见菲利长大的小镇 他们来到小镇的教堂里 小普深情地说 我爱你 菲利眼含热泪说 可是我只想尽快结束此生 之后两人去理发店剃了个光头 这样可以减少被发现的几率 因为警方一定在到处搜捕两人 教堂外举行了一场婚礼 菲利说他认识其中一个女孩 说那是他小时候的玩伴 值得信任 于是他走过去跟朋友打招呼 他朋友看到菲利很吃惊 显然他已经听说了 菲利的所作所为 他紧紧抱住菲利 无处可去的菲利 想去他家住一晚 朋友犹豫了一下 还是答应了 同时小普打电话 给在学校的弟弟 让弟弟转告父亲 来这里的教堂 打完电话 他走回来时 焦急等待的菲利朝他跑来 两人紧紧相拥 之后父亲开车赶到 父亲望着逃亡在外的儿子 感到很心疼 他交给儿子一包现金 说现在全国都在搜捕两人 公路全都设卡检查 他说要不你们自首吧 我给你们斡旋 但儿子和菲利都说绝不自首 父亲问他们 是不是彼此相爱 两人都回答是 老父亲说 关键时刻必须放手一搏 然后他拥抱两人后 黯然离开 傍晚两人从小镇 一路走到乡下农场 来到朋友的家里 朋友安排他们住进 旁边的房子里 还给他们送来吃的 两人吃饭时 菲利突然说 警察一定会来的 于是两人离开房子 跑到远处的一棵大树下 两人就在树下忘情的一番黑羞 之后就在树下幸福的睡去 转天数辆警车 开到朋友家里 直升机也呼啸而至 停在草坪上 他们四处搜查 但一无所获 两人偷偷跑到近处观察 发现驾驶员下了飞机 于是两人冲上直升机 小普学过直升机驾驶 他开着直升机 一路上升 警察纷纷朝他们射击 直升机越飞越高 直到消失在视线里 他们驾驶飞机逃往国外 全剧中 邪恶在嚣张 正义在逃亡 飞上天空的不是螺旋桨 而是正义的翅膀 正义加身 邪魔退散 邪恶附体 白鬼缠身 坚持了正义 就成了金光闪闪的神 选择了邪恶 就打开了通往地狱的门 我爱上的不是你的美貌 而是你执着的善良 你的爱情给了我力量 你的善良给了我方向 风花雪月的爱情 终究烟花一散 抛弃生死的爱情 才是真正永恒 我们没机会为爱 舍生忘死 那就请对你的爱情 认认真真 好了 清风可戏 明月可期 我们下次再见